理想中的胡人vs现实中的胡人,胡人自可比后时代之后,已经沦落成NBA联盟里的韦豪门与满球队了,连年无缘季后代,偶尔在赛季中冒个炮,绝大多时间都是在祖上的无上光芒中,苟延残喘行进着,而这一现状,随着2018年7月2日一个男人的加盟,胡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 夺冠赔率从联盟25名开外,一跃成为联盟第二,比火箭还要靠前,而相反的是,东部骑士的赔率,从前五,直接掉到25名开外,一人一成就是这么戏剧化,这个名叫詹姆斯的男人,彻底让胡人再次金光闪闪,如同OK组合当年的盛景一般,虽然夺冠难度颇大几乎没有,但这种在黑暗中,给人以光明的希望, 却是如烟花般灿烂的,太美了,太值得期待了,而这时,球迷的希望也开始变得膨胀了保罗乔治,一年前都说要来胡人,这次自由市场,应该是拿九本,要来了科怀伦纳德和马兹的关系几乎破裂,来胡人和乔治, 詹姆斯组成联盟最强小前锋三巨头,然后将重视之地的勇士挑落马下,这画面想想都激动,哪怕乔治去约了雷霆,把表妹考新斯拉过来,哇哦,这应该比乔治更均衡更有实力,而截止到现在,胡人变成什么样子了呢? 保罗乔治为了活微笑的友谊留在了雷霆,和怀伦纳德脑回路急转想去快船,最最刺激的莫过于暴脾气的考新斯拉,在自由市场无人,问津的情况下,愤然抄笔新加盟,已经不可一世的勇士,再回过头来看看胡人, 400万签了骚的一笔的史地分身,900万签了联盟领级中风龙多,1200万和波普签约成功,最后也比心居然从勇士挖来了乌马瓜大麦西,如果再加上鲍尔,库兹马,英格拉姆,哈特,弗莱,小托马斯等,这是詹姆斯的生涯里算是什么组合,如果胡人在自由市场没有大动作之外,这套阵容能挤进季后赛已经是稍高香了, 如果一步小心进了,首轮不是对阵勇士,就是火箭,你觉得这只胡人能过关吗?不是对詹姆斯没有信心,是奈何对方实在是过于变态的强,最后看来,也许真是应了孔夫子那句名言,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胡感,理想中的胡人vs现实中的胡人,什么是与你知别,这可能就是吧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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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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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